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爱好画石头画的大王老师 这期视频我主要给大家分享 石头画图影的一些画法 解决大家在画图影的时候 容易把它画成很死板的这种问题 接下来我就以这个石头画 边讲解边示范的方法给大家呈现 那么画这个图影 第一步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光源 像这只蝉它的光源是左上角的这个光线 那么它的图影应该是在下方 然后呢我们把需要画的位置 图影的位置可以用大号毛笔 用清水把它打湿 颜色方面我是用的黑色加熟贺的颜色 然后用这只大毛笔轻轻的把这个刚画的部分 慢慢的照染一遍 趁湿照染 这样它衔接起来就自然 协调一些 因为这个之前刷了一遍水 它随着水的流动 它的图影 它会显得自然 然后适当的把有些地方轻轻的带一下 这个时候看着比较深 其实那是因为刷了水的原因 干了之后它会变得比较浅 边子有些轮廓 我们稍稍加深一点点 稍稍过渡一下 这个影子的感觉 它就基本上就画好了 我们要想画好这个图影 主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个就是搞清楚图影的位置和大小 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图影的位置和大小 第二个就是具体的画法 我们是用这个先用清水把它打湿 然后再用黑色加熟后的颜色 慢慢的画上去 这个颜色画上去之后 它和之前的水它会互相渗透 这样它就衔接的自然一些 第三个 就是我们通常用到的画图影的颜色 我一般都是用这个熟合加上一点点黑色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 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石头花 记得点赞加关注